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圣安息日 我们知道安息日是神所祝福的日子 当我们读创世记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安息日就安息了 当他创造了六天之间 创造了整个宇宙之后 在第七天他就安息了 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神 虽然是全能的神 但是他却仍然需要来休息 他本来是不需要来休息的 为什么他要来休息呢 因为神所做的一切是要为我们设立一个榜样 神知道人不能一直去工作 一直七天的来工作 他就给我们设立好很好的一个例子 工作了六天之后第七天来安息 有的人问说 为什么是这一天 是从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呢 但是我们却知道神在第七天安息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光他告诉我们需要安息 不光是在世上他设立了安息日 他也在将来 在我们永远的天上 也设立了我们的安息 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受空间时间所限制 当我们在第七天安息的时候 我们不光进入我们自己的安息 也进入了神的安息 因为我们进入了神的安息 所以我们将来就能够被转换到 神为我们准备的永远的安息里去 这是为什么安息的教训 是我们正耶稣教会的最基本的教义之一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安息日举行的聚会 要全心全意 因为神在那一天 祂歇了祂的工 我们也要照样子把我们的工作放到一边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入他的安息 享受与神一起的安息 因为在第七天安息的时候 我们就被提醒 在将来我们在天上有永远的安息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所信的福音 有时候我们可能人家会问我 到底福音是什么 我们会说福音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我们知道世上有很多的教会 每一个教会都说他们在传的是正确的福音 但是在圣经中去告诉我们 真正的福音只有一份 圣经中告诉我们福音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 也有时候被穿作是救恩的福音 或者说是神的福音 保罗却也说了 他说这个福音是他自己的福音 因为他的福音就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直接领受的 所以福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中心的核心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我们所信的福音中的几点 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 一章一节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源 我们来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看这些福音书 因为福音书是教导我们主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件 从他的出生到后来他生天的经过 从他的出生以至到后来他生天的经过 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告诉我们福音是耶稣基督所传的 你告诉我们福音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他是福音的发明者 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传这个美好的福音给我们 所以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因为这是神的福音 它超越了人所能了解的 因为它是耶稣基督所创造发明的 所以我们要承认并且尊敬我们所相信的福音 如果我们对我们所传的福音并不尊重并不看重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会偏离正确的道路 当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他也来召唤他的门徒们 他教导这些门徒们关于福音的道理 告诉他们怎么样子才能得到这个正确的福音 正确的救恩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六节 一章十六节 一章十六节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犀利宁人 我们知道使徒保罗非常了解耶稣基督 他从神那里直接领受了这福音 这里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 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福音 带着神的能力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子 让神的能力从这福音中 能够发展出来 怎么施展出来呢 那就是我们要相信 通过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够体验到 神的福音的能力 举个例子 我们知道 这个洗礼 可以让人得救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 洗礼让人得救呢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施行洗礼的时候 主耶稣的宝血就会在水里面 有时候听起来这样的道理 好像不是很好理解 但是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真理 这就是神的大能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通过圣灵 主耶稣的宝血就在水里面显现 所以让福音施展出他的能力的话 我们首先要相信 我们有时会说 福音是为那些目道者 那些还没有信的 还没有来到教会相信的人 好像我们已经相信了 主耶稣基督了 我们还要回去再讨论 这个福音的道理吗 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 或者不坚持我们所相信的 那就是很有 我们有可能会丢掉 我们的信仰的这个危险 所以福音是我们一直要来坚持 要来查考的 如果我们不尊重 或者不看重 我们所信的福音的话 或者我们觉得 我们所相信的福音 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的话 甚至怀疑我们所信的 这些基本的道理的话 那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 就会慢慢地消失 神的保守也会从我们身上移去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有些弟兄姐妹不再来教会 因为他们不再看重 我们所信的福音 这是为什么我们所信的福音 对我们来说是极其的重要 我们也来看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第一章 we read verse 13 以福所书第一章13节 Ephesians chapter 1 verse 13 一章13节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如果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会没有相信耶稣基督 你很常会说我当然相信 但是如果你没有相信正确的福音的话 按照13节 如果你没有相信得救的福音 你就还没有信基督 我们不可以说我相信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却不信这个福音的道理 因为这是福音 让我们得救的福音 因为这是关于真理的道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真理的道 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节 所以那些已经受了圣灵的 因为我们首先相信了福音 在真耶稣教会 我们鼓励大家一起来祷告求圣灵 因为我们告诉他们 如果你得到圣灵 你就会开始讲灵言 我们也看到这个教导 教训是符合圣经的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一部分 当我们相信这个教训的话 当我们祷告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圣灵真的降下来 那我们受了圣灵这个事实 就证明了我们的福音是从神而来 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来明白福音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我们来看第二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 第二节正如先至以赛亚书上记者说 看了我要猜选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 三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修植他的路 在中文的翻译上有说先至以赛亚书上 但是在英文一个版本却说是所有的先知书 所以先知们在谈论主耶稣的道来 并且他们有提到 有些人要在耶稣基督前面来 来为主耶稣准备道路 我们看到在弥迦书跟以赛亚书中 都有提到 马拉基书 因为这里先知们都在谈论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关于福音的语言 谈到的基础就是先知 有人就说那我们的洗礼呢 我们可以在先知书中或者是旧约的这些书中找到关于洗礼的道理吗 我们就来看使徒们怎么谈论这个洗礼的道理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 指徒行传第十章讲到彼得被邀请去哥利留家 当他在这个他的家中的时候 彼得就向这些外邦人来传福音 因为彼得是被圣灵所带领来到哥利留家来传福音 我们来看四十三节 第十章的四十三节 十章四十三节 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 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这就是使徒彼得所得到的结论 说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 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的教导也是从先知书而来 我们知道主耶稣亲自教导了这些门徒们关于福音的道理 所以福音书就是建立在先知的基础上 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的第十六节 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 He who hears you hears me He who rejects you rejects me Then he who rejects me rejects him who sent me 六节 一对门徒说 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猜我来的 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是讲到 主耶稣送出七十个他的门徒去传福音 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 十六节就告诉我们 主耶稣给他这个权柄 让他们去传福音的权柄 It's like saying that whatever the apostle says or disciples are said Your words will be just like the word of Christ 告诉他们说 这些门徒们所传的福音 就像是主耶稣亲自讲话一样 That's why in verse 16 is clear He who hears you, the disciples, hears me 就是在这里 他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 所以当我们可以提到 在这个五星节的那一天 当圣灵降临在五星节的那一天的时候 这些使徒们就从神那里得到 智慧来够了解神的道 了解主耶稣的教训 这样子就成为一个教会成立的基础 我们来看十多行战的第二章 十多行战第二章 二章第四十二节 都横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斑饼祈祷 我们看到使徒的教训就成为教会的基础 所以那些要加入教会的必须下决心来遵守使徒的教训 我们就看到使徒的教训成为了这些福音的基础 我们知道主耶稣教导了这下的门徒们 并且这些门徒们也得到智慧 来知道怎么样子来传教主耶稣的道 我就给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主耶稣教他的门徒们出去传福音 二十八章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的第十九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这就是主耶稣教给他的门徒的教训 所以在五行节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得到了智慧 知道怎么样子来解释主耶稣所传的道 他们就明白奉父子圣灵的名 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并且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 他在告诉我们那些教会 教会里有些人已经没有办法 或者是不能了解这个独一真神的道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 他得到智慧 知道怎么样子依照这个旧约的圣经 来解释这个主耶稣的神性 如果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 所以我们来看 他所以这里所有的讲道 都是从旧约而来 这些引用的都是旧约的经节 他引用旧约的经节来证明 主耶稣基督就是神 所以这些使徒们 这些门徒们就得到了智慧 来了解旧约的这些经节 就像是圣经中讲道说 教会的这个基础是使徒建立在 主耶稣基督这个仿角石上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我们来看第二章的二十节 二十节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 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仿角石 有些人可能会争论 可能说这些先知应该是讲的新约的先知吧 在新约中先知经常是说在讲道的人就被诊作是先知 从那个角度来讲说我就是一个先知了 因为我在这里来讲道 但是你要知道我所讲的道并不能成为这个教会的根基 在这里讲到的是旧约及新约的这些正经 我的信息只能是建立在这个教会已经接受的 已经建造好的根基之上 所以所有这些例子 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会的根基 是所有这些先知 旧约先知的教导 加上使徒的教训 加上主耶稣基督亲自作为仿角石 所以如果没有建立在这个根基上 我们的福音就不是一个有效的福音 如果我们来讲到福音 我们就要来讲说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福音 福音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十五节 第一章十五节 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 约翰下见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十五节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境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这里告诉我们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所以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我们知道福音它的一个功用 就是能够把人的弱点 人的错误的地方给报复出来 那这是为什么福音可以来让人得救 福音怎么让人得救呢 怎么样子能够带领这些 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走到正确的路上呢 所以要把他们带到正确的路上 那这些人 首先他们要悔改 像是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跟他们讲 这个教会的十条 基本的信条 如果他们相信 他们如果愿意相信 他们就会改变他们的信念 他们就要能够来愿意来接受 我们给他们传的福音 首先这个第一点就是 他们要来悔改 他们要承认他们以前所相信的 并不正确 因为要接受正确的福音 悔改是最基本的 然后这个人也必须来相信 也就是说他要以信心来接受这些福音 所以这个悔改是最关键的 即使是对我们现在 我们也是要经常来悔改 如果我们不相信教会的教导 我们可能就相信我们的过去 我们可能以前相信 但是我们现在不相信了 但是如果你要回到正确的道路 我们必须悔改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神其实很愿意来帮助我们 我们就能够再次体验到 神的福音的大能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 如果有人偏离了福音的话 他就不可能真正 能在属云上 能够有灵修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一个基础 所以如果你要有正确的考量的话 你们必须要来依靠 这个耶稣基督 因为只有这样子 圣灵才能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会成为越来越好的人 所以我们要相信 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 我们要尊重或者是看重 我们要相信的福音 我们不能把福音简单地放到一边 我们必须来深深地查好福音 更重要的 我们要祝福 我们更加要来祷告 求求圣灵将我们所相信的福音 保守在我们心中 感谢神 我们今天讲到到此 我们一起来唱诗 281 281首